《学乙第一》 又称《学乙》 是论语的第一篇篇名 主要讲武本的道理 引导初学者进入道德之门 本篇共有十六章 内容涉及诸多方面 其中重点有 吾逸三省吾身 折用而爱人 子民以时 荔枝用 和为贵以及人 孝、信等道德范畴 子若 学而时习之 不亦月乎 有凭自远方来 不亦乐乎 人不知而不稳 不亦君子乎 孔子说 学了 然后按一定的时间去实习他 不亦高兴吗 有志同道合的人从远处来 不亦快乐吗 人家不了解我 我却不愿恨 不亦是君子吗 有志愿 其为人也孝帝 以好犯上者 淺义 不好犯上 以好作乱者 未知由也 君子冒本 本立而道生 孝帝也者 其为人之本如 有志说 他的为人 孝顺父母 尊敬兄长 却喜欢触犯上级 这种人是狠小的 不喜欢触犯上级 却喜欢造反 这种人从来没有过 君子专心致力于基础工作 基础树立了 道就会产生 孝顺父母 尊敬兄长 这就是人的基础罢 子若 考言灵识 显异人 孔子说 花言巧语 一副讨好人的念识 这样的人是狠小有人得的 曾子若 吾日三省吾身 为人谋而不忠乎 与朋友交而不信乎 全不习乎 曾子说 我每天多次自我反省 替别人谋或是否忠心 与朋友交往是否守信 学业是否时常温习 子若 道千盛之国 敬视而信 折用而爱人 使民已时 孔子说 自你一个拥有一千两兵车的国家 就要严谨认真地办理国家大事 而又确守信用 诚实无欺 折虐财政开支 而由外互官利神了 亦使百姓要不误弄时 子若 弟子 入质校 出质弟 紧而信 犯爱众 而亲人 行有余力 则以学问 孔子说 同学们在父母面前要孝信父母 与兄弟相处要尊敬兄长 说话要谨慎而讲信用 博爱大众而特别亲近那些有人得的人 做到了这些之后 有剩余力量 就再去学习文献 子夏若 然然亦识 是父母 能揭其力 是君 能智其身 与朋友交 言而有信 虽若未学 不必为之学矣 子夏说 对妻子 众品德 不众容貌 侍奉父母 能尽心竭力 服侍君常 能豁出生命 同朋友交往 说话诚实手信 这种人 虽说没学习过 我一定说他已经学习过了 子若 君子不重 则不威 学则不故 主宗信 无有不如己者过 则物但改 孔子说 君子不尊重 就没有威严 学习也不能巩固 要坚持忠诚和信用 不要和不如自己的人交朋友 有了过错要不怕改正 真子若 神中 追远 闻得归后宜 真子说 謹慎地办理父母的喪事 虔诚地追念祭祀祖先 这样做就可以使老百姓的道德风俗 归于唇樸厚度了 子琴问于子贡约 夫子智于是邦也 必闻其正 求之愚 亦与之愚 子贡约 夫子温良 公劍 让以得知 夫子之求之也 其诸以扶人之求之愚 子琴问子贡约 夫子每度一个国家 都必定得知哪个国家的政治情况 是他求来的呢? 还是别人主动告诉他的呢? 子贡约 夫子是靠温和、善良、恭敬、健博、谦阳而获得的 夫子这种获得的方法 大概和别人获得的方法是不相同的罢 子曰 夫在 夫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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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孔子说 当他父亲在世的时候 观察他的志向 当他父亲死去以后 观察他的行为 如果他长期不改变父亲的原则 可以说是做到效了 有子曰 义之用 和为贵 先王之道 思为美 小大犹之 有所不行 知和而和 不以礼节之 亦不可行也 也 有子说 离的私行 以和谐为贵 以前 圣王的智里之道 就好在这类 不管小事大事都遵循这一原则 如有行不通的地方 只知一美地为求和谐而求和谐 不用礼而来加以折制 那也是不行的 有子曰 信近于义 然可浮也 恭近于礼 愿此欲也 因不失其亲 亦可忠也 有子说 所守的若然符合意 说的话 就能兑现 态度容貌的庄重合于礼 就不致遭受侮辱 依靠关係心的人 也就可靠了 子曰 君子食无求饱 居无求安 敏于事而慎于言 就有道而正言 可谓好学也议 孔子说 君子饮食不贪求饱足 居住不贪求舒适 做事勤问而说话谨慎 接近得才兼备的人而改正自己 这样就可以说是好学的了 子贡若 贫而无缠 富而无骄 可谎 可谎 未若贫而乐 富而好礼者也 子贡若 思云 如切如初 如得如磨 其思之谓如 子弱 次也 此可欲言思已矣 告诸枉而知来者 子贡说 贫穷而不去巴结人 富有而不骄傲奢侈 这种人怎样 孔子说 可以 但不如贫穷而好礼的人 子贡说 诗经上所说的切初得磨 精一求精 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吧 孔子说 次呀 现在可以和你谈论诗经了 因为告诉你一件事 你已经可以领会未告诉你的事 举一反三了 子弱 不患人知不己知 患不知人也 孔子说 不忧虑别人不了解自己 只忧虑自己不了解别人 我所见的 不忧虑很自身 不忧虑 不忧虑 小鬼 并非难不忧虑 那是 不要 因为